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把貓來個新的活動啦 那現在就馬上試一下一個新的模式 一路打一路跟大家講這麼多級的過關的貼士 好, 馬上來 那首先是, 看下故事先拿一顆石 沒錯啦, 那魔道士 很明顯是一個魔法師的活動 當然是要全隊都是魔法師才可以拿齊王冠 好, 那我已經準備好魔法師的隊了 現在就馬上打一打, 初級和大家試試先 那呢, 通常這些活動呢 它都是只是跌他們那個建築的石 究竟今次這個活動是怎樣呢 試試先 那麼, 一開始兩個水滴啦 那, 一路走啦 第一關應該沒什麼難度的 那, 最好是遠距離弄好了 它就... 避免繼續攔潛 因為那些水滴一潛了落水 就比較難打的 但是, 暫時呢, 還未見到有東西落袋的 所以, 還未可以跟大家分析到 究竟今次這個關卡 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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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跌錢的, 喂 是會... 是會... 是會跌錢的, 喂 哦 是會跌錢的 是會跌錢的 不要緊要 開了寶箱 還有... 不死就行了 那這裡又有個寶箱的 大家... 去下一版之前 記得看看啦 好, 那... 很快就完成初級啦 好,初級完成,那去下一關 看看有沒有什麼,暫時未見有什麼特別石頭 不過打了這麼多隻怪,只有三隻隻,真是很窄 好,第二關,中級,守城,守女神象,我強悍 通常守象呢,先看看,因為都未進去,之前就只看著象 因為中級怪的強度應該不是太高 好,最主要呢,都是開捕箱先,找捕箱 搞定一些軟蛇的,例如,骷髏頭先 因為近那些,你可以先讓它走過來,慢慢打都未遲 應該只有剛才那兩個箱,所以不用怕 但是呢,我就覺得應該呢,就一定要打點怪 因為給它們回了幾個東西,已經沒有了半條血了 神象,好像不太... 夠手的,如果真的... 兩分鐘都只是... 站在那裡,什麼都不做的話 好,那其實在這裡繞來繞去吧 然後,有骷髏就打骷髏先吧 其實都可以站在那個... 呃,像前面幫它們頂戰的 不過...這個方法就... 在這些關都可以做到的 不過是比較麻煩一點的關 就是有一關在... 四到五到五到那裡有關是手... 手的其次呢,那關就不能這樣做了 因為你站在那裡呢 是死定的 你擋箱的時候呢,每一擋成... 百幾箱呢,其實... 有快就玩完了 好,34秒 相信沒有什麼難度了 還有一半血以上 可能看到那個女神象 好,第二關 順美 差不多被人爆光了 那個柱...血體落 不是太多而已 OK,有幾毛險 終級 完成 那都是那些細石 應該就不用教建築那些 好 中級 打完就是...上級 上級就是... 破壞虎 嗯... 搜完東西 這關就破壞東西了 看看... 團隊 不知寶箱一人倒 我說這些壺嗎 哦,兩炮搞定了 那首先我還是去找寶箱 既然打兩東西就一個就爆了 那要什麼 那麼誇張呢 應該有足夠時間 我覺得 差不多兩分鐘 對 最重要是那些寶箱也要開啦 不要只顧著開壺 那這裡還有一個... 寶箱啦 開這個 然後開壺 那就完成了 特萊全不費功夫 完 最快的關卡暫時就看到是這個 那都幾多宗石的 可能... 值得開書刷的 不過這個研究就... 還未完成 因為剛剛始終第一次打 可能晚一點再跟大家說 好,那打完上級就打絕級了 絕級就是特定位置到達啦 應該都是... 輸送點啊 輸送門那些 不過... 照回頭幾關來說 應該都不用敵至全面 那你... 可能直接衝就可以了 噢,很多輸送點 那就是... 技術來了 我決定不打這怪的 噢噢 左邊這個不要進啊 大家 這個應該會... 沒錯啦 寶箱 第一格有寶箱 上面試試 這裡有個寶箱 好啊 哇 連罪不必要的麻煩啦 開技搞定他們 那這裡有兩個啊 右邊啦,試試 噢噢 如果... 不是大法師呢 我相信 那個一技呢 是... 可以開到那個石頭的 我這裡呢 就不知道在做什麼啦 好 好 那...繼續去 去到座 那...大家沿回這條路出去啦 那...其實... 絕級呢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的 這一點呢 就是... 到下面 衝線的啦 就這樣 好 一會兒我會在留言告訴大家 怎麼去過 哎呀 開笑了 寶箱 要不要再打一次 我要再打一次 抱歉啊 大家 想不到這麼快過了 絕級啊 POMICUP啊 殺怪而已 我強行 好 發收 今次呢 就是要去... 找寶箱 那... 左邊這點呢 是錯的 所以我不走 那... 進來這裡開記 沒錯 開完記之後呢 剛才是... 開了這個箱之後呢 沒有落下面的點 那...現在下去補回下面的點啦 下面的點 應該這裡有個寶箱 沒錯 那... 既然開了寶箱 就走路啦 走完路呢 然後就去上面 上面 沒錯啦 上面這裡又有怪啦 又要開... 寶箱 然後下面這裡又不記得 搞一堆怪啦 那就不理啦 這點 就來... 左邊這裡 開石頭 左邊這裡呢 就是... 過這點 然後過... 開... 開門鍵那邊 沒錯 那...開完門鍵呢 那... 就... 小心被人圍死啦 那... 來到這裡呢 就... 開完了 那些寶箱 耶 這次沒錯了吧 好... 拿到寶箱的王冠啦 那這麼快呢 就去到破滅級那關了 反正破滅級有什麼難關 等著我們來挑戰呢 很緊張 好... 突定敵之全面 突定敵之全面 原來都打了十幾分鐘了 好... 來到位 突定敵之全面 我相信有些是屬性雙黑的怪啦 看清楚一點 全之寶箱 用來... 那句啦 找寶箱先 嘩... 跳過了一顆石 怎麼搞的呢 都是一般的 就是突之全面的 那個... 那個實力 我以為很強悍 那... 就相信沒有什麼難度的 老金關 開寶箱 然後我會選擇 引他們一堆先啦 不過這裡都比較難解圍 所以我就... 開技... 先 開了這個寶箱 然後就... 引在一起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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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搞定了這隻怪呢 那... 就... 喂... 為什麼是不是死了這隻? 那... 搞定了這隻呢 那這關呢 就... 完結啦 是一個非常容易的... 關卡來的 就算... 我覺得沒有四星角色呢 用... 黑套啊 毛毛那些呢 都足以... 完成 這個關卡 那我就拿了雕像啦 那今天的片段 就來到這裡 啊! 好... 抽多一抽 精月角色先 看到這麼多石 希望大家... 這段片段幫到大家 還有... 祝我好運啦 那我之前呢 還沒中過精月角色的 好... 來啦 究竟有沒有呢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